請問一下兩位主持人 第一眼看到象娃姐的時候 對她印象如何 我們看到象娃姐是看到女神的 女神 象娃姐當年的表演 是非常精采的 連唱帶跳 而且她的演出 也真的很值得說敬業兩個字 能夠訪問她 當年是莫大的榮幸 今天是現在的蔡依林是不是 對 真的 訪問到她的時候 我跟你講她惹不起 豬哥亮的歌 聽聲 聽到人家打豬哥亮 沒有…你這樣說 不能直接說我打豬哥亮好不好 我說敢打她的人只有你 第一個我跟她太熟了 在地雷就是說 她的訪問是非常有梗的 對 她不是直接說我直接打她 比方說她主持的風格 她會很了解觀眾的心聲 對 她常常主持到一半 她訪問到我 她跑到樓下去 跟觀眾坐在一起 比方說這個觀眾在這裡 那我在那邊看她 欸 小亮 是 你覺得像我漂亮嗎 漂亮喔 你覺得她體格好嗎 讚喔 她皮膚好嗎 漂亮喔 你有想要給她摸一下嗎 有啊 就想要給她瞧一下 我幫你摸 你敢去…你敢嗎 我不敢 好 我幫你摸 然後她就 像我 這個觀眾說你很漂亮 有 體格很好 漂亮 我叫我幫你摸一下 來… 然後她要摸我的時候 我就… 有梗 她有梗 不是亂打 然後她就轉過來 你們白有夠髒 為了你去摸一下 是哈姐模仿得好像喔 跟語氣節奏完全一樣 所以這個在台上是因為 是因為有梗 然後她的吃豆腐 不是真的純心吃豆腐 是為了節目 她就是因為要做效果 然後博君一笑 對 她在台下的觀眾 都笑得很開心 對 那個感受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以前 訪問瑪士利 羅碧玲 羅妹妹她們 因為她們個子本來就很高 又穿著高跟鞋 像這麼高的高跟鞋 然後她們 當年都是穿低胸彎禮服 那我跟蔡圖這種身材 這麼矮 159的對不對 對 剛好就在 那一回頭 就看到臉怎麼不見了 好滾區 就看到兩個大盤頭 那個女生還會這樣 再裝一下 再演一下 台上就很熱鬧了 所以大家的感情都都很好 因為你剛剛看 剛剛這種即興的有沒有 對 又覺得感受到 她們的默契是非常多 真的 對不對 但我一聽瓜哥講很多次 就是說秀場那時候 其實也不好做 很辛苦 光是要這樣跑來跑去 還有很多的黑道背景 對 我曾經聽瓜哥說 他訪問過 最難訪問的一個明星 就是王菲 王靜雯 那時候還叫王靜雯 他就問他說 你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 他就是網球 那你平常網球都是怎麼打 就是跟朋友打的時候 就一個網一個球 對 他說的也沒錯 也對啦 是啦 你怎麼訪下去 朝大排秀場之後 讓蔡圖彰化連發 你真的要那麼低聲想 蔡圖哥你怎麼講這樣子 是 你這樣是不是語言暴力 我可以道理 我那XX大字 我那XX大字 然後他巴來 不然什麼 帽子就掉下來了 救命啊 救命啊 過台了 然後 XXX 他還沒XXX 他還沒XXXX 他還沒XXXX 你看那個假不假 假 三個字的啦 我不敢講他名字 你剛剛不是這樣講出來 我剛剛不是這樣講出來 我剛剛不是這樣講出來